日本职棒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球团 19号在台北举行王伯荣加盟火腿队省达记者会 由火腿队监督栗山英树 亲自为王伯荣批上备号99号球衣 宣告伯荣大王正式进军日本职棒 根据经纪公司先前公布 王伯荣与日本火腿先下三年合约 总值将近400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1.24亿元 第一年薪水9000万日元 约新台币2492万元 另设有激励奖金 至于入闸金部分 火腿队已签约保密原则并未对外公布 不过外界推测金额上看2亿日元 能够延览王伯荣加入火腿队 第三因素坚路直说非常幸福 事实上火腿队确实下了功夫 特别用107页中文简报详细介绍火腿这支球队 并介绍球团未来对王伯荣的培养 训练计划和生活起居 甚至连北海道哪里有好吃的台湾鲁肉饭都调查好了 表示对王伯荣的重视 也是希望南米狗球团能放心将王伯荣交给他们 是的 社长、監督、组、看roc None ок组, 森林之旅、 日本全国内的女生 全部都在亡人无量的 亡者在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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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当然,我这种心情能解放入 我我们扱在制装装中 孟柏榮是首位透過中華職棒旅外之路進入日本職棒的球員 畢受外界矚目 他對自己也有很高的期待 面對接下來的日本職棒生涯 王柏榮表示會修正打擊缺點 發揮優點 也希望有機會和每個投手正面對決 火腿隊球團表示 王柏榮第一年 還需要適應當地的環境 保持健康出賽最重要 也期待一位王柏榮的加入 能帶動更多台灣球迷前往北海道旅遊 促進當地觀光 中國明天台記者正想約 江州歐倫 台北職棒報道